大家好,欢迎收看您的四学聊 今天聊一下黄金 黄金在中国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工具了 不光是老百姓在买黄金 政府,特别是央行也在买黄金 在说明了什么 在聊这个之前呢 先说两句习近平对欧洲的访问 我上个视频说习近平当时访问法国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比较显著的成果 而且从他的行程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习近平他始终是在做这么一个 既要又要的这么一件事 他的很多政策都是 我鱼和熊掌就必须得兼得 比如说这次访问欧洲呢 他不就三个国家吗 法国和塞尔维亚还有熊亚利 他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 而且是在5月7号 当时是南联盟 是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 被美国轰炸了 25年前 那次事情他专门去纪念这件事情 高调纪念这件事情 这个举动就和他访法 就是一个自相矛盾 就是他既想跟西欧缓和一下关系 然后搞这个经济 他要做买卖嘛 就没有欧美 中国其实是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 中国经济高度的依赖欧美 这点他没有办法 但是呢 他从个人的这种情感上来 又特别倾向于俄罗斯和东欧 他本身习近平的成长过程 他就是一个 他对毛泽东对他影响很大 他就是那种 长期在 你说中共他在洗脑别人吧 我想 他们最高领袖自己也被洗脑了 因为你可以看出他所有做的这些事 都带有他的价值观 带有他的取向 他的取向就是 要捍卫他们最初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 他肯定非常不愤啊 苏联就这么解体了 他不是说苏联解体的时候 没有意义 禁无一人是男儿 而且他要挑起这个 重新把这个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 给他复兴的这么一个念头 我相信在他的老代的最深处 可能有这个雄心壮志 可能非常难达到的 罢了 所以普京呢 要对乌克兰动手 对西方做出这么一个 豁出去的 要去拼一把 这种姿态 正好符合习近平的这个价值观 特别重习近平的意 所以他和普京的这种联盟呢 是真的 但是呢 这种联盟显然 困难重重 这个现在 现在俄罗斯整个就是靠在中国身上了 你看 你看俄罗斯对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真翻了好几倍 而且是大额顺差 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大额顺差 实际上是中国在用自己的金钱实力 实实在在的资源俄罗斯 这是习近平想做的事情 这是习近平的宏图大业 他和普京在这一点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当然 这个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个加上中国现在本身就是自己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尽头了 他的债务经济已经走到绝路上了 所以 所以他又不得不靠着西方 所以他跑过去 跟访问法国 跟马克龙这么半推半就的 想去改善一下关系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谈成 这次 虽然马克龙是高规格接待 但你看他没有发布任何比较显著的 有什么 让人觉得可以提一提的那些成果 一般的来说中国到那去买什么空客飞机 这种都是会做一个仪式性的去签约约 这次也没有 就是表明双方都不满意 其实欧洲是趁这个机会对习近平进行了一次施压 要他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做出实质的让步 有传言说习近平也做了一些让步 但这种让步是表面的 因为有人在说 习近平并没有去参加 普京的那个就职仪式 普京要访问中国 中国也没有不知可否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想说明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出了这种让步 我觉得这是纯粹表面上的 虽然有可能 这个欧洲和美国向习近平直接说了 你不能够 你要停止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 供应这种军民两用品之类的东西 他可能做出一些口头的这种让步 但那落实到 你落实到真正的做行动的时候 那也另外一回事 他完全可以找其他的方式 以其他的方式 只要你逮不着 只要你抓不着现场 他就能够支援俄罗斯 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双方 除非某一方立场大变 但是美欧不可能 美欧 当然美国11月份 川普上台之后是什么样 咱们打个问号 不知道 但习近平 除非习近平这边 他下台 但 在短期内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所以习近平到了南联盟去 又在那儿 就是纪念25周年的使馆被砸等等 这个都是一种既要又要的一种选项 他就是 两边都不肯放 两边都不肯能做出让步 你要获得一些东西 你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 你光卖不买 哪行 我再说一句 他对俄罗斯的真心诚意的这种支援 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 你看 川普2018年的时候 对中国发起那个贸易战 他其实当时的诉求就是 中国把这个贸易顺差减一减 改一改 稍微平衡一下 你中国每年对美国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这个利差 顺差 你能不能减个几百亿啊 能不能够表现做一个姿态出来 当中国是延迟拒绝 就对着干 而你看和俄罗斯之间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中国通过这个贸易顺差 还有其他方式 高价买俄罗斯的小麦 高价买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 这种方式 他已经不知道资源了几千亿美元 俄罗斯的 这就是纯粹的让利啊 这就纯粹就是送啊 就对俄罗斯可以说是 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那个 生怕俄罗斯啊 就是搞这个侵略战争 散着腰了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的价值取向 好 我们讲这个黄金 这个黄金呢 4月中旬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价啊 这个黄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对冲产品 它是一个绝对的 怎么能说呢 就是来保值的 就是大家在这种 大家在这种 觉得这个社会有点动荡了 要把自己的资产 转到最安全的地方放 黄金是一种最后的选择之一 其实普通的 比如说是有点战争发生啊 经济发生动荡了 一般来说是美元啊 美元资产美债 这个是作为一般的这种投资者 他们是会为了安全 把自己资产往那个方向转 但现在 感觉黄金就比美元更为靠谱了 因为黄金对美元也在涨 而且涨得非常的显著 有人分析呢 说全球的最近几年的 这个黄金的大涨 是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应该除了这一点之外 因为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 当然中国的央行买的最多 中国的需求呢 我刚才说了 就是除了这个 比如央行在买 拉北新也在买 当然除了中国之外 印度也在买 那全球央行呢 在过去两年当中 买了一千吨的黄金 这相当于七百 现在价钱就七百六十多亿美元 这是对黄金来说 这个是非常大的量 但是 但是呢 虽然比如说中国买了 央行买了大量的黄金 但是他在外汇储备里面 黄金的占比仍然是个位数 百分比仍然是占个位数 那他这么做 比如说中国 为什么从官方到民间 都在大量买黄金呢 那么就先说民间 民间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没有投资渠道 现在中国你去看一下 中国人自己的那些投资的那些 那些经济学家也好 那些金融界人士也好 他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自媒体还是公开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 没有任何可推荐的投资 没有任何人推荐房地产 没有任何人在推荐房地产 所有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 房地产就是一个 就不能再碰子 除非你是刚需 除非你是必须得买的 那还有什么别的 没有人敢说我买外币 买不着 但他们很羡慕 如果有人 比如说手里面有大量资产 全部变成外币了 港币甚至港币 他们把这个 连港币他们都把它叫做自由货币 就是你可以自由流通的 你可以自由兑换成 自由兑换成其他的投资 标的的 比如说 你可以留到国外去的 但是他们言下之意 就是人民币 它已区别于人民币 人民币就是非自由资产 就是一个 就是在笼子里的 被控制的 你没有办法自由流通的资产 而且这个资产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国内的这些投资 金融界人士 他也找不到任何 可以给你们推荐的投资的选项 能够说的就是黄金 他们可能 或者你搞个实体店 但这个东西就是范范而谈了 你去投实体店 你去投个什么饭馆 这些东西都是带有巨大的风险的 你投任何的实体店 因为中国现在的 这些各种中小企业破产太多了 就是很难很难做 而且所谓的创业 那就是一个大坑 现在也没有人谈什么创业了 因为没有需求 所以大家只能谈黄金 这就是民间买黄金的动力 其实最近我有个朋友 北京的朋友 他也说到 他们家几年前买的手势 黄金手势 现在再卖回去 因为北京有些百货公司 它是可以就是出售 这个黄金并就回购 还有一些银行可能也能回购 投资的那些 所以他们过了两三年回去 就赚了一笔 这挺好 所以呢 这个是实实在在 最朴素的一种道理 所以中国人不光是 买这种 买这种最传统的金手势 连金手势的销售额都 大家买金手势 不光是说 就是送礼 或者说结婚的时候 必须要用的 而是真正的一种处置 他们没办法 还有呢 买一种投资品 但是中国的黄金的粮油不起 这个水太深了 这个你真搞不清楚 流动性非常的差 有个巨大的问号在那 哪个公司卖的这个黄金 真的信誉很好 或者说他真的就给你 百分之百回购 还有另外的就是 他的成本其实蛮高的 黄金这些东西 它是 其实是这种非常差的投资品 在我看来 我说的这些 全部都是我个人的感知 不是推荐你买或者不买 我只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和一点认识 我声明一下 你像黄金它本身它不会付稀的 你把钱扔在那 它是死钱 你钱存在银行 它都有点利息 或者你投资什么债券 都会有利息 但是黄金没有 而且黄金非但没有 它有两个重要的费用 第一个费用就是储床费用 如果你买十几金 当然你放在家里面是可以的 那家里面你不是还得投资一个 投资一个保险柜吗 而且你还得把门是不是要搞紧一点 还是不能告诉别人 是不是 而放多了 你这很危险 是不是 放家里面 那你放银行 你去租一个什么保险柜 那不是一样也得花钱吗 还有一种托管 托管的方式其实有点风险 银行有可能就不给你 还有托管它也要收手续费的 所以这也是一笔花销 还有另外一个花销 就是你买进买出的时候 你无论买进买出的时候 那个交易费用都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小额的 小额黄金 你越低值的 你买个几百块钱的 几千块钱的黄金 那个交易费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你除非多投一点 几万几十万的去买 那可能相对贪薄一点 交易费要低一点 总之黄金 其实我们2000年左右的时候 当时在澳洲这边买什么基金 当时那些基金 我看那些商业基金里面 还有一些专门 由黄金投资组成的那种基金 那现在后来过了几年 那基金就解散掉了 所以一个社会是 如果这个社会的经济再往上走 大家都信心比较高的时候 黄金价钱是跌的 是没有人把黄金当成一个很严肃的投资品 但如果一个社会它出了问题了 大家都开始悲观了 那黄金价钱就会往上涨 特别是现在 你看它对美元都涨这么多 那就表明其实所有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大部分人 他可能都有一种观点 就是这个世界可能有点不太平 特别是大家害怕 中国这个就有巨大的经济炸弹就要爆炸 然后美国的经济 它现在也出了一些问题 通胀高居不下 特别是现在通胀有点往回 因为它长期的利率 它就降不下来 虽然美国的经济数字上 看是非常好的 失业率要增长都很 失业率很低 工资也现在加速增长了 但是呢 它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胀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导致了 导致了美国的中下层 它特别不满 它觉得这个生活水平降低了比较快 其实这个时候呢 大家甚至对美 而且美国的这个债务也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大家其实对美元本身也产生了一种信心的动摇 你包括这个虚拟币 虚拟币的上涨 跟黄金上的逻辑也是一样 也都是觉得这个主权货币不行了 而且大家总是觉得你比如说俄乌战争 打到现在 特别是你看前一段时间 这俄罗斯还 还越打越强了 这个中国就明显的站到俄罗斯那一边了 这就有点山战的那个味道了 当然还有中东战争引发到全球的这种动乱 你比如说美国直接就因为中东战争 就造成它社会的这种冲击 很有可能就导致比如说 对政治对选举都已经造成了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这个社 比如整体社会的这种安定性都产生了怀疑 这是黄金就是他们的选择 然后就是央行 中国央行为什么带头要买黄金呢 这个中国央行越买黄金 大家心里面越没底 就全对全世界来说 他们看了中国央行这么买 他们直接反映就是中国央行正在去美元化 的的确确中国央行一直已经好多年了 好几年了 一直在卖这个美债 他美债已经减了七千多亿 他现在已经不是第一大美债持有国了 应该日本是 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抛了美债 他买黄金抛美债 其实这一点大家都觉得 他是不是就想去美元化 的确中国一直很想去美元化 但去不了 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最高领人就说回习近平了 他肯定是觉得 我们有钱为什么要偷到美债里面呢 而且按照俄罗斯遭受的制裁 这个前车之鉴 那是万一哪天西方对我们的脖子卡的更厉害一点 他们要制裁我们比如说我们真的要雪中再雪中中滩 再去帮俄罗斯一把的时候 西方开始卡我们了 或者他们抓着我们把柄了 卡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他很自然的 他就会减少自己的美元资产 而增购黄金 这是中国央行的这个举动的逻辑 但是黄金这个东西 它的流动性不行 但这是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 还有第二点 一般人都没说到这一点 就是说 我认为中国央行是对人民币有一个信心的下降 一个央行 如果大量的开始增持黄金或者外币 对中国来说这个增持黄金就是一样的 就是对他本货币有一点信心动摇的情况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没有办法解决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呼声就认为中国有可能会贬值 就有可能把人民币贬值而且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这一贬值呢 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债务相对外资来说缩小 然后然后呢 他可以 因为中国现在就靠出口了 就靠出口了 而且他可以呢 就是特别是你美国不是要跟中国脱钩吗 你中国人民币贬一点值之后 中国的这个货物的对美元来说更便宜了 美国人更脱不了了 然后舍不得割掉这一块嘛 所以这个是中国自保的一个办法 就是把人民币比较明显的贬值 比如说一下子贬个百分之几十 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 当然他这个贬值 这是主动的一面 还有被动的一面 就是如果真的 包括国内的老百姓也对中国的经济失去信心的时候 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是最终存在中国所有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支柱 这根支柱断了之后 这根支柱早晚他会被压垮的 他早晚会贬值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加在这上面了 而那一天有可能会发生 那就是属于被动贬值 那当然是灾难性的 但无论哪个原因 如果这个贬值的可能性在急剧增加 那央行他有一个做法就是大量的增值 要么就是美元 要么就是黄金 但中国目前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 他增赐美元 然后被美国正好卡在脖子了 他肯定不想这样做 所以只能是黄金 所以中国央行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买 但是黄金这个东西 其实他不是一种现代货币 我个人认为 我这个我个人观点 我个人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大量的资金都往黄金上涌了 当然现在还行 他们没有 没有变成一种主要的那种 沉淀 价值沉淀 如果真的变成到那天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社会 他的经济出于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状态 问题当中 因为他的钱不拿来投资了 你投到黄金上 实际上就是沉淀下去了 变成死钱了 因为黄金很难挪动的 他流动性非常的差 就是一种最低的一种 就是最后的一种风险 就是避险 仅仅是这一点 而不是说 那这个社会的财富就没有办法增值 就没有办法发展 那中国政府绝对要做出某种手段 虽然他的央行在投黄金 但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把所有的钱 都搞到黄金上 所以会出一些新闻 就像原来说的 什么洗铁丝把这个大金链子给吸住了 这种事情 就告诉你 买的这些金产品都是不靠谱的 然后打枪你去买黄金的链头 这点是会发生的 好 今天先聊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